歡迎回來 NG的觀點 其實我們剛剛一直在講說 這個代議制度一定要改 要不然我們的國會 幾乎就已經癱瘓了 來 林老師 你再補充你的我剛剛談到有關 一些制度面的改革 比如透過一些 那個憲法層次一個調整 那另外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要讓讓國會發揮 要靠公民社會的一些力量 那公民的能力的提升 跟公共事務的關係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面向 比如說這一次 有關於福茂的這個爭議 我想他對台灣民主義 很大的貢獻是讓公民 去關心這個事情 而且因為關心 他去了解 了解這個事情 比如說我在台大的 街頭教室演講的時候 我問在場的 六七十個學生 我說在發聲 佔領立法院之間 你們對福茂的這個議題 有點了解嗎 沒有人舉手 就沒有半個 對 我說那現在呢 有一半的人 開始了解 對 我說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 從不懂到有點懂了 他說因為關心 因為關心就會去了解 這樣一個問題 如果民眾對問題 有更多的了解 而且能夠討論 能夠跟不同的一些人 像我們在公民省福茂一樣 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可以進行公民的審議 能夠去了解更多一些議題 積極的去介入各公共事務 去關心 到底這個立委在幹什麼 你覺得這樣國會就會改變 有 但不能夠只靠這個東西 可是我們必須要靠 用這個東西 讓公民的力量 能夠更茁壯 有更多公民去介入 關心公共事務的話 立委才不會亂做 OK 那你呢 的確我一直覺得 大家一直在找 有沒有第三勢力 我說有 第三勢力就是公民的力量 我覺得這段期間 這公民力量很重要 因為過去我們的國家 都告訴我們民主 就是記得去投票 不夠 民主是投票後才開始 我覺得這過程當中必須要去關注 如果你去點立法院的網站 我們每次演講問人家就是說 你知道你的選區立委是誰嗎 不知道 這就是沒有用 然後什麼每個月最熱門的影片 才六百多人點 我想你就知道 那個是很糟的事情 老師你這邊 我想說拿這個威斯康辛州議會被占 你這個事件 這個事件來做比你 其實是不太恰當 因為我們今天被占的是國會 那麼國會被占 甚至影響到我們對外的關係 我們在國際上的這個信用 所以這兩個例子不一樣 威斯康辛是個地方政府 他被占就被占了 反正美國照樣在運作 那另外我講到說公民參與 這個我們都非常贊成 可是今天為什麼 我們會設計出代議制度出來 因為在現在人的這個生活裡面 你要參與 你有一定的這個代價 而代議制度是在公民參與的這個代價 成本最低的情況之下 沒有錯 今天我們不斷的在開公民審議會議 我們不斷的在發動這些街頭運動 極端的確可以讓 喚醒我們這些公民的良知出來 沒有錯 可是我們就要問 這個成本有多少 這個成本是我們社會承擔得起的嗎 是 確實 其實政府有責任 當民間的意見越分歧的時候 他有責任去廣納民意 然後也應該要去修改這個憲政 然後也修改他的政策 來回應這個動態的民主過程 謝謝你的收看 大概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